新年快樂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2015年1月4日主日 教宗方濟國在三中經祈禱活動結束後 宣布了新書機名單 新書機的人數總共有20位 其中15位有資格參選教宗 其他5位是年齡超過80歲 不具備參選權的榮優主教 有3位來自亞洲 分別是越南河內總主教阮文仁 緬甸仰光總主教茅波 泰國曼谷總主教戈威亞利 作聲書機的預前會議 將於今年2月14日舉行 教宗並於2月15日 與新書機舉行共濟微殺 此外教宗亦都宣布 將會在2月12日和13日的預前會議上 與全體書機一起反省 為教廷改革提出的指導方針和建議 星座新聞室主任龍巴爾迪神父表示 教宗選擇新書機的標準 是以教會普世性為先 20位新書機來自18個國家 而且有參選資格的新書機來自14個不同國家 其中6個國家目前沒有書機或從未有過書機 例如湯家和緬甸 唯獨多米尼克、曼貝克總主教 是教廷部門的新書機 有權參選的書機中 教廷書機目前佔了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數 新書機中最年輕的是53歲的湯家總主教馬菲 他都將會成為書機團中最年輕的成員 最年輕的是95歲的哥倫比亞馬尼薩萊斯榮優總主教皮米恩托羅德里格斯 台灣時間1月3日 聖言會三位執事在婦人大學正心堂舉行進度典禮 同日台灣南部高雄教區在杜明中學杜某堂 亦為一位本地及三位外籍執事舉行進度典禮 聖言會的陳弘昇、劉政燕、楊埠典執事 在婦人大學正心堂舉行聖諜授予典禮 典禮由台北總教區洪山村總主教主持 嘉儀教區中安住主教、聖言會中華省會長 帕店弘神父及四十多位神父共濟 洪總主教在典禮後致詞中說 人生是出走、回家、出走又回家 三位新黨出走自己的家後 回到聖言會這個家 現在進度後又會再次出走 一個到海外,兩個會在嘉儀教區服務 他感謝新黨父母的成全 亦感謝三位對天主的奉獻 聖言會是一個以神父及修士身份 專任全教的修會 其中指是為服務教會 是一個國際性團體 目前在全世界的會視接近6,000人 分別在60個國家工作 同日台灣南部高雄教區 在道明中學到某堂 為一位本地及三位外籍執事 舉行進度感恩制 新度分別是本地的吳孟哲神父 意大利籍的江瑞國神父 印度籍的培安堂神父 阿根廷籍的磊真華神父 受與斯特聖諜典禮 由劉振宗總主教主持 劉總主教表示 2015年獻身生活年開始 高雄教區有勇敢的青年人 準備了十多年 到了美好的時刻 亦是責任和使命的開始 請為他們祈禱 每年1月18日至25日 是基督徒合一祈禱周 這是一個普世性的基督徒運動 以治療不同基督宗教教會間的分裂 促進各教會團體間的對話 及鼓勵所有基督信徒 彰獻一主、一信、一洗的含義 2015年1月25日 下午四時正 加拿大多倫多總主教Thomas Collins 聖工會大主教Colin Johnson 與及全市其他宗教領袖 於1585 Yangay的Yotminster Park 浸信會教堂為宗教合一祈禱 祈禱會之後 於大堂設有茶點招待 詳情可致電416-934-3400 內線344或527 向總教區有關辦公室查詢 或瀏覽教區網頁 www.archtoronto.org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 你好 我是梁樂燕 Rodney 延宇光天主教電視中文節目部監製 我衷心感謝你的支持和鼓勵 教宗方就閣說 與耶穌在一起 家中就有喜樂 在2015年 讓我和你一起 與他人分享這份天主的喜樂 我祝願你及你的家庭 主寵滿日 主內平安 新年快樂 在一起 野平安 雖然 丹 哀